自从偶像练习生进行了最终的决赛,选出了最后名气和才艺最高的几位年轻的艺人们组成LINEPRCN组合,之后就立马地成为当下最火的偶像团体。 几位成员已因此名声大噪,一整都奔走于各个活动,并且不论是代言或者是综艺的录制,基本上一直都没有停息过。 而且这个组合从刚出到起,就拥有着极高的人气各地的粉丝们都十分的多,平时也要经常的奔走各地与粉丝们见面。 如此高压高强度的工作,肯定会令这些刚进入娱乐圈的艺人们不适应。 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很多成员们身体上都非常的疲惫,身体上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 曾经陈丽呢,还因为压力太大了在后台干过。 最近又有消息称范城城进了医院,突然成名的这个年轻的偶像组合,最近真的是频发状况了。 这一次范城城会出状况,新医院是有原因的,原来是因为范城城的助理粗心戴意的呢。 错了护照导致范城城在机场滞留了17个小时,并且导致了身体不适。 最后还是范冰冰的工作人员把范城城带走的,因为这次范城城发生意外,没有出席乐华妻子的粉丝见面会, 还被大家说成是出名之后耍大牌,为范城城的个人的形象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之前因为这位助理的不敬意,还发生了过很多的事情,有一次不小心关车门的时候,不小心加伤了范城城的手, 并且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多次的黑着脸态度不好的,没收范城城的手机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少见。 这次竟然把范城城一个人扔到了机场17个小时,这次直接惹怒了粉丝们,要求乐华立即的更换范城城的助理。 我们都知道范城城是范冰冰的弟弟,从参加比赛的时候,舅舅备受注目, 但是范城城本人却从来没有拿着自家的姐姐说事,并且也很有实力为人很低调,因此有一大批的粉丝们, 这次的时间也频频的登上了热搜,希望乐华公司能够针对这次的事件,给粉丝们一个合理的回应。 这次的事情能看出来,范冰冰虽然没有带着自己的弟弟,出席什么活动想让弟弟能够自己在娱乐圈里面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闯荡一下, 但是在范城城出现问题的时候立马就过来帮他足以可见姐弟情深,希望这次乐华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